台东县今年因为受到强症的影响 所以旅客属锐间为了拓展观光市场 县府争取到国外旅客 8月30号手下来自越南河内的包机 就在这229位越南籍旅客 成功地抵达台东了 而县府也热烈欢迎他们的到来 不但有云珠铭跟舞表演 还送出澎湃的伴手礼 而将官处长透露 除了越南以外呢 还有跟其他国家接洽包机来台东事宜 明年可能就会有好消息传出 来自越南的飞机成功降落在台东 逢年机场 两辆消防车在机坪两侧行喷水里 热烈接待 一进机场就有乐团表演原著名歌舞 欢迎越南旅客到来 现场弥漫着欢快氛围 甚至旅客还能融入乐团一起跳舞 台东县府更是赠送出最能代表台湾的传统且纸袋 里面装着红乌龙茶包和金氏家礼盒 不过现场到底是什么活动呢 邀请了两百二十九名的越南的朋友们 他们搭乘包机来台东旅游 总共有五天四夜的行程 其中两天会在台东 另外两天他们分别 有的人会到花莲 有的部分会到高雄去旅游 台东受到今年强政重创 许多旅客担心受怕不敢前往 现幅在国内外极力推展观光 除了优化自身交通 还推出许多观光优惠 今年有国外旅客包机 更是一大突破 除了越南还有在拓展香港 马来西亚和其他的东南亚国家包机来台 根据当地旅行社 民众们都很有兴致 明年度可能会有好消息 期盼台东能以观光文明走向国际 记者多宇界政审在台东财道报道 也许多宥 不换